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一款全新的遊戲喔 是最近剛出的 然後廣告也打滿兇的 這個霓虹的這個...什麼啊 名字叫什麼 忘記了 哼 它的名字叫做這個 霓虹深淵無限 然後聽說好像是在實境上面就是 非常有名的這些遊戲啦 好不好 然後是橫向卷軸射擊類型的遊戲 我自己個人是滿喜歡這種類型的喔 然後有人說我看過評價喔 好像說滿像是那個... 之前玩的那個就是那個什麼 就是... 欸 那個什麼騎士啊 對 很像 就是有那種打關卡的那種感覺 但是它這個的話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是這種橫向卷軸的喔 這種的話我自己個人就... 還算是滿有興趣的 跳過去的話長按 按住不放的話可以就是那個... 穿過這個障礙物 我們要往下就可以穿過了 然後按住按鈕持續開火 然後那個什麼 元氣騎士的話它是就是那種就是 比較看得到上帝視角那種的 然後我們這款的話記得讓它是那個就是... 橫向卷軸射擊的 有點越南大作戰的那種感覺的喔 好 先吃個金幣 所以如果玩法是很像的話 那應該就是要一直不斷的去刷一些裝備 然後裡面會有一些不一樣的小東西之類的嘛 就是會有一些關卡的東西 然後你可以就是慢慢練 然後解鎖很多角色 如果是跟我們就是那個... 元氣騎士很像的話 這邊石區武器 這邊就是可以換一把武器這樣子喔 第八射 這邊是彈跳槍... 喔 它是那個欸 隨機的這個武器 有沒有看到 它就是射出去的子彈都不太一樣 OK 瞄準 然後這邊是寶箱 我覺得它的這個按鈕的話確實... 要再習慣一下 因為好像不是說那麼的... 不是說那麼的那個瞬 因為它的跳是在這邊 一般來說我們跳應該都會在這個技能的位置喔 好 來看一下 我還滿期待就是它的Boss環節的 我覺得Boss環節應該會滿帥的喔 因為我覺得當初玩元氣騎士的時候 也是覺得就是那個... 它的Boss環節應該是滿酷的 然後就打滿多那種Boss感覺 但因為這個是橫向卷軸的 所以它可能就是操控性這些的話 就會再更講究一點點 就是技術要再高一點點 有點就是那個... 忍者必須死那樣 就必須要散很多彈幕 因為兵就是上下這樣子喔 你可能就是沒有辦法... 喔這很帥喔 這感覺... 感覺會有Boss來喔 這感覺就是Boss的那種感覺喔 來囉 沒有欸 這邊只是一個... 只是一個神像而已啊 好沒東西 欸它會自動開火欸說真的 那我們其實只要就是去瞄準就好了 黃金鳥是... 是甚麼 喔有金幣之後它... 喔它有點像是很多道具的環節 就是你只要有金幣之後它就射比較快這樣子 欸它剛剛有那個自動開火欸 為甚麼那個 然後為甚麼不務正業 這款我覺得其實還頂不錯喔 如果大家是喜歡那種原跡騎士那種風格 就是很多這種東西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蠻high的 有些彈可以孵化成各種有趣的生物 OK 但是不一定每次都會孵化成功彈 很多手榴彈欸 喔這個是我們的手榴彈 然後使用手榴彈投擲 你就可以炸掉這個方塊的這個東西 它東西還算蠻講究的 然後你按住的話 基本上就是會往下跳這樣子 還行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就是很習慣 原跡騎士的話 這款應該你會有點... 有點不太習慣它的這個操作 但是習慣一下應該還算是OK 它這個甚麼啊 敵人出來的時候是會從那個塗鴉開始欸 欸然後我們這邊有這個 泡米花頭各位 所以我們會隨時更改我們身上的裝備的感覺 這個寶箱是幹嘛的 這邊有一個雷電的標記欸 還是那個只是那個啊 你可以打爆這個寶箱 這個寶箱是可以打爆的 所以有些寶箱走過去它會自己開 然後有些是會打爆 有敵人的時候它會自動鎖敵欸 它會自動鎖敵戰鬥 那一段時間之後它會孵化 然後它會告訴你就是你孵化的東西是什麼這樣子 剛好像孵化了這個空空如也 還滿帥的 而且它會把那個裝備弄在這個身上欸 我覺得這種設計我自己滿喜歡的 但它這個等於就是它的裝備跟能力啦 就是它的這個 每一個回合都會累積到一些不同的能力 就是那個什麼俗稱的肉閣遊戲 就是你會變得更厲害 有更多的選項 盾牌盾牌盾牌 不知道要有沒有一些對戰系的環節 然後這個應該就是BOSS關卡 BOSS門喔 來了 雷鳴盾 槍械之神 各位 喔 有欸 有這種BOSS我很喜歡 沒問題喔 各位 這款 這款大家如果有玩的話也可以跟著你分享一下 因為我不知道它會不會有什麼首抽或什麼之類的 如果有的話大家可以跟著你分享一下 哪一些東西很不錯 因為它畢竟好像是 實際上就有先出過的這個遊戲了喔 然後全部吃完 然後進入 它應該也是那個吧 就是一個房間一個房間 然後進去開這個層級的 然後可能一直跟你輪迴輪迴那種感覺 感覺應該是這樣子 鑰匙很珍貴 至少保留一個這個 給這個道具房 所以它還有道具房 然後可以用鑰匙去開這個門鎖這樣子喔 喔 來了 這音樂其實滿帥的 然後我們這邊又要往右邊走 你看我們這個角色已經慢慢的變得很不像人了 天眼 不拾取道具也可以預覽到詳信訊息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這個角色 這個道具的視訊 然後再決定自己要不要撿這樣子 要不然一般來說我們都是要撿這樣子 喔喔喔喔 原來是這樣 然後這個藍色這個是可以跳的喔 這款我覺得其實 我自己個人會滿愛的耶 因為它畢竟是一個橫向卷軸可以操控的 我覺得我自己是個人比較喜歡這種類型遊戲啦 最近基本上這款應該也會登入到2023年喔 哲平覺得就是還滿不錯的一款遊戲的選擇 那這個也不錯耶 然後再來就是月底的重返未來1999了 其實又好像又有滿多一些遊戲可以玩 就是當使用炸彈時你的彈會產生一次爆炸 好 用一下 我的武器好像越來越猛了 各位 太神啦 開噴開噴 噴爛噴爛 然後你如果真的就是 想要打一個你自己想要打的地方的話 大概就是那個 你可以用右下角的這個指標來去弄 然後這個愛心因為我們沒有損血 所以不用補血 太好笑了 血都滿了 所以不用補了 來 繼續勇闖 這把來自深淵的尖叫 不是阿 她的角色 她的介紹資訊也沒有告訴我這把武器的這個 就是究竟她的用法是甚麼 她就只有跟我講說這是來自深淵的尖叫 但我覺得這款的話玩起來確實就是那個 該怎麼說 招式這些好像會比那個啦 會比就是那個 元氣騎士爽 感覺 就是我覺得她應該是 玩到後面就是啾啾啾蹦蹦蹦蹦 然後 全世界都那個有沒有 就是招式亂飛的那種感覺 遊戲 喔 沒問題 橫向卷軸射擊各位 來 然後這邊開招式 所以你們會比較喜歡這種風格的 還是就是我們之前介紹的那個 越南大戰 因為越南大戰目前來說那款的話 比較偏那個甚麼 就是比較偏那種就是 高精緻 有點半3D那種感覺 喔 這個是道具房啦各位 這就是那個道具房了 就是 她剛剛跟我們講說最好是留那個 留道具 解鎖這個寶槍 你就可以拿到一些比較好的東西這樣子 是吧 那個感覺就是道具房 然後這邊還有彩票 我們這邊的武器是可以直接 那個欸 直接穿搶的欸 但我覺得這遊戲基本上因為 因為他看起來就是 這個打擊感很爽對不對 那就代表甚麼 就是因為我們這樣看起來殺敵很簡單 那就代表 你接下來碰到的這個敵人 應該就是會多到一個 很誇張那種程度 所以就是要好好去閃這些彈幕這樣子 喔 沒問題 趕快 BOSS在哪裡 給我出來 其實我覺得這個自動射擊確實是蠻爽的 不過就代表這個東西 你看敵人超級無敵多 齁齁 其實到最後的話畫面一定是亂到一個爆炸 然後我們就會很危險這樣子 好 往旁邊走 這邊感覺 我們好像縮小了欸 縮小的話感覺好像也不錯 就代表就是 別人要打你的話要打到你應該是 蠻難的那種感覺 喔 你要按下他嗎 好 啟動 聖劍 這感覺應該就是那個 刷那個就是關卡那種感覺 來來來 然後往下彈 可以欸 我覺得這遊戲是真的蠻爽的 但是我覺得就是 要再看一下後面的一些武器的東西 因為目前來說我覺得他每把武器的這個 打出來的感覺好像都蠻像的 就不太有那個分割的感覺 不過有可能是因為新手的時候 我們拿到這兩把槍的這個 槍性是比較相符的 喔 也是有可能 喔 道具 喔 這個啦 這才是道具店啦 各位 先清除這裡不色障 然後你可以用這邊的壁買這些東西 這是什麼 空氣槍 買在空氣槍好了 喔 好好好 我剛剛講的東西我收回 這遊戲感覺應該也是蠻有料的 因為他的這個武器應該蠻多設計的 你看空氣槍直接打那個BOSS面前 我們就專心閃BOSS就可以了 欸 這款感覺是不錯的耶 真的不錯喔 各位 到時候可以看一下裡面有哪一些東西可以開解 因為我之前的元氣騎士算是比較晚晚啦 那這款的話 如果最近剛出的話 慢慢的跟著大家一起往前進的話 這個我覺得應該會還蠻不錯喔 這款 好不好 霓虹 好不好 霓虹深淵 然後這邊有這個未知連結 然後他會跟你這個劇情吧 對 這應該就是劇情這樣子 好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的 這個就是我們霓虹深淵啦 那大家有沒有玩了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覺得身體來說目前體驗起來還算是不錯 那我私底下還是會繼續先自己玩一下 然後到時候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款遊戲還有哪一些有趣的地方 那如果你也沒有玩的話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後面有哪一些東西可能要提前先注意的囉 那今天就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下部見囉 大家掰掰囉